很多婚後蠻多是因為沒有試車 結果性生活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例如說硬不起來就肯定沒辦法吧 太為難了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蠻無聊 所以要邀請比較刺激的可能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你說什麼要散皮啊 我們為了提升情趣經濟 然後國民身心健康有推出了三大政策 第一個呢就是解放性慾 我們不應該去歧視所有人的性需求 因為解決需求呢你可以靠一個人就能完成 我們相信領域合一是人類最幸福的事情 而且並且性呢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也是權利 就算找不到另一半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玩具啊用具啊 讓自己可以在疲累的一天 用效率的去解決自己的性需求 那只要每一個人不管是自己一個人 還是跟自己的伴侶 擁有美好的性生活性品質 我相信也可以促進社會祥和的氣氛 我覺得試車很重要啊 對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婚後蠻多是因為沒有試車 結果性生活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嘛 彼此的需求不太一樣 看是可以解決的還是不能解決的 如果只是性技巧需要提升的話 那就大家一起用功嘛 但如果說是先天條陣的不搭 例如說硬不起來就肯定沒辦法啦 太為難人了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滿無聊 所以要要求比較刺激的朋友 沒有辦法配合 就是你說你們要3D啊 或是 所以比較 比較 真的喔 比較多3D啊 也沒有到哪有 但是可能在 在認識的階段就會被試探了 比如說喔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其實 十月底要去日本讀書 其實 其實我的留學簽已經辦了一年多 只是因為之前還沒有開放 然後今年四月日本開放 但又要排起程 所以就沿了兩個學期才進去 對啊 有事就帶回來就好了 結果讀到出席率不及格為止 天看哪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很奇怪 看什麼看 快聽看我 快聽看我 好啦 哈哈 哈哈哈 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 很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